好 我們今天要追逐的當然是 劍傷你到底有沒有責任 第二是我們剛剛談到了 這個超私蛋你不講清楚 你別想脫身 而現在除了這兩個議題之外 現在侯友宜也積極的在打路戰 尤其是他去了一個地方 讓我有點嚇一跳 他去了花蓮啊 他花蓮見到了誰 見到了傅昆琪啊 欸 奇怪他們兩個不是有心結嗎 難道這個心結解了嗎 看到這一張圖沒有 傅昆琪拉他的手 我支持侯友宜在9月7號的時候 我們一起支持黨提名的侯友宜市長 哇 厲害了 難道侯友宜也把花蓮最後一塊拼圖 給整合完成了嗎 另外侯友宜也去拜會了議長 這個議長原本是國民黨的 後來變成五黨籍 叫做張俊 那張俊也說 我也是力挺侯友宜的 欸 不過厲害了喔 他的太太叫做廖家瑜 反而是接任了 柯文哲女力後援會長 講好聽一點是另一列的藍白河 講來聽一點難道又是雙面鴨寶嗎 另外南東縣長許淑花也說 韓國瑜一定會全力挺侯友宜 是不是也把國台民的連署之路 給斷掉了呢 原子我就問了 原本傅昆琪跟侯友宜 不是一個蠻微妙的關係嗎 他們現在一世之間又和好了 這比藤原拓海的髮夾彎 還更厲害了 對 其實這三個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 我先講傅昆琪 因為過去傅昆琪跟侯友宜幾乎是沒有同框 侯友宜上次去吃老三便當那次 傅昆琪就缺席 然後後來很多次侯友宜的場合 傅昆琪都沒來 你看連全代會 花蓮縣長也沒來 他老婆也沒來 所以大家在想說 傅昆琪 他雖然是沒有主動出來講什麼話 說主動出來講說支持郭台民 然後不支持侯友宜 沒有 但是他的行動你看不到 所以昨天算是第一次他們兩個人見面 而且是全程陪同 而且我看到侯友宜到了花蓮的時候 傅昆琪親自迎接 跟他一起上樓 然後陪他坐壇 一起手拉手 基本上我認為傅昆琪這一塊應該是已經整合的 那張俊呢 張俊其實他可以不用支持侯友宜 為什麼呢 因為他無黨籍啦 你說 如果你硬要見縫插陣 你還可以講說 哎呀這個蕭敬妍他是國民黨籍的 他也是 也不是很願意支持侯友宜 但是因為他被黨籍處分 所以他才要支持侯友宜 如果要見縫插陣可以這樣講 可是你看張俊是無黨籍耶 那他的無黨籍的情況下 他的老婆已經是支持民眾黨了 他要幹嘛去演這一出 所以我也認為說 張俊實際上是真的去支持侯 那侯可以同時 見到這兩個人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傅昆琪和張俊是不合的 友宜結的 友宜結兩人不合的 不合的人可以共同支持你 那就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花蓮這塊是自由整合 許多華他部分的話是 因為許多華跟韓國瑜的關係 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們常常在接觸嘛 所以他這樣子講 說韓國瑜會請全力扶選侯 這其實我認為 韓國瑜本來就是會扶選侯 只是大家就會一直懷疑嘛 你們兩個之前有心結 是不願意 那今天許多華出來講了嘛 那他就接受嘛 所以我認為 侯友宜是往好的方向去做 包括他現在做了很多事情 都在節奏上了 好 源氏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了 其實侯友宜來到花蓮 能夠借到傅昆琪 以及見到這個議長 真的是不簡單啦 尤其是我們知道傅昆琪 那時候其實是挺郭台銘的嘛 挺郭台銘 欸 郭台銘這時候也出招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什麼 許舒華也說韓國瑜 一定挺侯友宜嗎 欸 郭董厲害了齁 郭董贏了這個詩句啦 好 願意像韓國瑜一樣 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他曝光自己最喜歡的一首詩齁 狗立國家生死矣 起因或伏必屈之 他最後說啦 我要跟前高雄師 韓國瑜一樣 願意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我們現場一樣 尤其大郭黑 這個郭董要改名叫蹭董 現在他的策略就是 一直蹭一直蹭一直蹭 因為他要維持聲量嘛 我們都知道 郭台銘他其實是很迷信的 本來傳言說他要在這個9月14號 因為公平年組是9月13到17號 9月14號是什麼 這個農曆的8月1號 正好農曆7月過了 他才要宣佈參選 那一天同時公佈副首 可是呢 沒辦法 郭台銘民調一直直直落 而且呢大家就覺得對他很不耐滿 所以他才要急著提前宣佈 宣佈之後他要怎麼維持聲量 到處啊 一個蹭那個蹭 現在呢 刻意想要去蹭韓國瑜嘛 講說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你現在根本就是在保送民進黨 還說什麼 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那郭台銘實際上有狀況呢 他就是苟言殘喘 但郭台銘現在很慘啊 剛才我們講到侯友宜到花蓮去這件事情 傅崑奇我們知道眾所皆知 他可能在前面對這個侯友宜 不是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講了嘛 他要掃除黑金嘛對不對 所以傅崑奇覺得心裡不是很舒服 然後這個 這個怎麼講 公開的跟私底下的 這個槓告一大堆 結果來現在連傅崑奇都直接全程陪同侯友宜了 直接表態要力挺他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傅崑奇跟張俊 花蓮還有一股勢力 以前的花蓮市的市長 現在又去選議員 這個魏嘉賢 他現在是他弟弟魏嘉彥 在當這個市長 他們也表態支持侯友宜 他們昨天在臉書上面也有發 所以郭台銘是不是 啊完了這個 看起來日婆西山 這個 看起來選情不妙了 那現在講到這個 藍白河是不是有譜 講真的啦 最近大家看到這個 朱立倫跟柯文哲這樣子講話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們根本就是在隔空喬事 有這個相互應的味道 那好意的想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明年能夠政黨輪曆 可是這個政黨輪曆 站在忠贈國民黨員的立場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 以我們為這個主體 那我們也希望 主席可以堅持這樣的理念 那前提就是說 侯友宜你看 剛才我們在講啊 他可以把傅崑奇整合成功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什麼 他這個自己民調變得夠強 所以這些人很會看風向 才倒過來 那侯友宜持續向上 朱立倫如果能夠成為助力的話 我想我們明年才有可能真的 會不會像近年講的隔空喬事呢 原因就是因為朱立倫 他說判走向雙首長制 最後到責任內閣制 柯文哲說 台灣真是全贏嘛 贏者全拿嘛 所以真要合作的話 隔魁的同意權 一定要來談 這兩個人說法 有一點相近了 再加上我們看到侯友宜 以及看到了這柯文哲 他們對於老人健保全民的政策 好像慢慢有共識了 所以會不會說 藍白河七七先從政策的共識開始 之後再來慢慢來討論 那現在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說 柯文哲拋的聯合政府 根本不是要跟藍合作啦 是要跟綠合作啦 原因是因為 隔魁同意權跟綠營合作才能夠成 所以藍白不會合 來 原汁怎麼看 我是滿不認同吳子佳的說法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柯文哲拋聯合政府 是要跟民進黨聯合政府 那他為什麼一直罵民進黨 我覺得他罵民進黨罵很兇耶 把他罵半天之後 那我們來合 我們一起來執政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很矛盾 很矛盾嘛 然後再來就是柯文哲他 講很多次 他說 要來埋合 來談可以 但是不要一次就談權位 應該談政策 談理念 那我就問說 柯文哲現在談了什麼政策理念 是跟民進黨一樣的嘛 譬如說柯文哲講說 要重啟 核二 要研議嘛 核二核三研議嘛 那民進黨是反核的嘛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 柯文哲的主張 都跟民進黨不一樣 那他到底要怎麼跟他談理念 所以我不覺得他會跟民進黨 那我們現在想著說 那會不會跟國民黨 坦白說 民眾黨真的是 他們內心真的是想要聯合政府 因為我 大家可以看前幾天 黃珊珊才講嘛 就不要只討論怎麼下架民進黨 應該要討論怎麼上架聯合政府 我認為他的對象就是國民黨 那現在侯友宜跟柯文的政策 很多都一致 比如說發思量表 比如說醫療支出8% 或者是很多兩岸關係 或者是能源政策 都很一致啊 所以當然要理念一致的聯合政府 來 正義 你會覺得現在的藍白 關於政策這邊 已經慢慢轉向一致了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發現 現在藍白陣營所提出來的政策方向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執政黨沉睡了七年 終於發現了 終於跟進了 我覺得這是好事 所以你說 到底是不是兩邊的政策開始 已經有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 環宇必法狀